爱情来临了,谁都挡不住,谈点那些同性cp,人们常说,爱情是世间最美好的事情,当爱情来临的时候,什么都不是阻碍,年龄的差距,国籍的不同,文化的差异,甚至于就连性别都不会是阻碍,在那一个瞬间,两个人心动了,爱上了,就什么都无法阻挡,奔向爱的步伐,我们总是在感叹那些爱而不得的,结局让人们感叹一句,天意弄人的那些男女爱情故事, 以上都是真实的历史人物,但是同样的,在流传下来的传奇神话故事中,也是有很多的爱情故事,但是大多数的爱情故事,结局都不是太美好的,梁山博和祝英台最终化蝶双飞,曲仙和白素贞,牛郎和织女,嫦娥和后裔,这些凄美的爱情故事,都是男女的爱情故事, 之间的爱而不得,让读者看完,心里久久不能释怀,对他们之间无疾而终的爱情,感到无奈,但是自古以来,爱情从来不是只在男女之间发生,历史上那么多的美好的同性之爱,却一直以来活在了人们的批判中,作为传统文化的反派的典型,一直被抨击, 一直以来的影视作品,也都是在表现男女之间的朦胧的,轻松的,欢快的,凄美的各种爱情 在《同性之爱》中,一些导演用他们对同性之爱的理解,续腻的拍摄手法,为我们展示出同性之爱的温暖的感情 告诉我们,这并不是什么扭曲的爱情观,不是什么精神疾病,它只是爱情的一种,同性之爱只是爱情的一部分而已 没有谁规定只有男女才可以相爱,相爱的人从不在意你的性别,在意的只是,那个让我先动的人,是你 只要看到你,我就满心的欢喜,只要牵着你,我就满足,只要抱着你,我就非常的踏实,只要是你,不论多么的做作疯狂,我都觉得愿意包容 你就是我的世界,只要有你在,我就觉得世界是美好的,你的存在让我的生命有了色彩,我的生活才鲜活了起来 这不就是一直以来大家向往的爱情吗? 所以只要相爱,我们彼此动心了,彼此爱上了,这就是我们的爱情 当然对于那些打着真爱名义的婚外情,那就是扯淡了 既然走进了婚姻,那么就要接受婚姻带来的束缚 婚姻中的责任,道德感,那就应该自动遵守的 而不是在打着真爱的名义,去伤害自己的另一半 这里我们不谈论婚姻和爱情之间的关系,我们讨论的就是单纯的爱情关系 人们总说,一见钟情,当爱情降临的时候,谁都不会有任何的准备 就像丘比特,突然射出了手中的箭,没有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射箭一样 当爱情来临,心动的感觉,荷尔蒙的猛增,都是自然的身体反应 他们在告诉你,是的,就是他,就是你的 感谢您的感觉